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中方的使馆工作人员的旧江 向两位思想员来赠送感谢他 好了 现在的感谢牌的传送仪式已经开始了 感谢牌的内容是感谢两位饲养员 对于我们爱宝福宝还有乐宝三位宝家族的精心照料 那感谢两位饲养员对于我们熊猫国宝熊猫的精心照料 那我们仅代表中国大使馆向两位颁发此感谢状 祝韩中国大使邢海明颁发 现在现场因为场地有限的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方向 来重新来进行一下感谢牌的送送仪式 感谢牌的一位 喜爱的一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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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是 邢海明大使的夫人 大使夫人亲自为 我们的宋爷爷 颁发我们的感谢牌 内容同上 在张志台的送送仪式之后 我们看到中国大使 稍后会同爱宝乐园方面的一起去 到我们刚刚给大家直播的 这个活动区域来见证 今天福报三周岁生日会的一个 大家现在要集体拍一张合影 刚刚我们提到为什么会有特别的 把我们的大使到这里 来向两位饲养员来进行 赠送感谢牌的这样一个仪式 其实也是来表达这样的一种感谢 是表达我们整个中国人民对韩方 能够如此精心照顾我们的国宝 这样的一种感谢之情 现在应该赶紧上去问一下 他的心情 对对对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等等 希望能够抓住这样的时间 我觉得咱们准备的这个礼物 估计也会让两位饲养员 非常的开心 非常惊喜 这个是 因为我们是精心选取了中国网友的一些感谢的留言 另外我们还找了特别有才的网友 帮我们画了一些 我相信他们是出于自己对五宝家族的爱 然后来做创作这样的画作的 然后我们把他们这样一份爱给转达给两位相对 那接下来是颁发了两位对两位饲养员的感谢牌之后 对于饲养我们保家族的爱保乐园也颁发感谢牌 也是由驻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特命圈圈大使邢海明先生 向爱保乐园颁发此奖状 感谢爱保乐园 感谢爱保乐园精心照料我们的保家族 这个场面我们在旁边看着是感觉非常的温馨 非常温馨 我也觉得非常的暖心 还是想到那句话 念念不忘地有回响 绵绵不绝地相应于心 刚刚我们现场的导播告诉我说 说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网友 有很多多留言说张云说 你的确是看起来是熊猫的真爱粉 说我好像还差一点 这个我相信我只是我还没有到这种跟我们国内的网友们相比我还不行 我的级别还不够 因为我还不能从爱保乐保 分出来谁是谁 政签巢当中分出来到底哪一个是福宝 可能没有一眼 没有他们这样一眼能够看出来 但我觉得比我强多了 我还得继续地加强对于大熊猫的学习 也是靠着福宝的视频来度过了很多的这个 这觉得阴郁的日子 对感谢福宝治愈了我的